好 再来看到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现在正在新加坡访问 当地媒体呢也非常的关注 报道呢 侯友宜此行被视为是 两岸呢 胜具有意义的 因为呢 侯友宜呢 把他当成是国民党2024 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 国民党内民调最高的政治人物 好 来看到他今天的行程 今天呢 上午是拜会了公司部门 那么他说新加坡对于两岸呢 是胜具有意义的 务实的交流可以降低误解 而且他希望两岸就是要更好 更多的交流 让两岸都可以共好 那么接下来在明天晚上呢 将会有一场青年见面会的餐序 好 这个青年见面会呢 地点是在马席会以前的饭店 也就是香格里啦 所以有人说了 是不是将要打的是青年牌呢 因为这场的活动 采的是餐序的方式来进行 而且呢 是公开可以报名的方式来登记 就希望也可以吸引到新加坡的青年 好 地点就是在香格里拉饭店 但是大家也要问到说 因为朱立伦在2015年 同样任新北市长出访新加坡的时候 他抵达新加坡的当天 就跟李显龙会面 两个人会面超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好 这一次 侯友宜他出访能不能见到李显龙呢 朱立伦表示说 新加坡跟中华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相信这一次呢 侯友宜 那么出访一定会非常的成功 但是大家想要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国民党什么时候要征召人选呢 朱立伦说一定比过去十几年来得早 请大家要对候选人有信心 好 但是呢 很多基层人员都说 你现在再不征召侯友宜 恐怕要被打爆了 好 但是呢 朱立伦说 国民党现在是稳扎 稳打 不要长他人的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好 但是我们看到媒体人伟安 他就看到了侯友宜所发的 这一篇的脸书内容 谈到了 其实呢 侯友宜有两篇的脸书发文 侯友宜呢 是委婉 但是态度也很坚决的 表达了三个战略的心意 我们来看到伟安他怎么样来分析 他说呢 有人建议呢 不征召民调最高的 但是我们来看到 侯友宜的脸书 表达了三个战略的心意 一个就是向金加坡来学习 跟看齐 要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就是向美中还有邻国 释出一个讯息 就是互相尊重 互惠原则 谋求和平 还有多次提到的中华民国跟台湾 所以呢 加国并存是要维持现状 好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因为呢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之前不是说吗 总统提名作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党内整合 第二个呢 就是泛蓝整合 第三才是包含了民众党 非绿阵营的整合 好 但是呢 自身媒体人李燕秋呢 今天就批评了 国民党说依照三个阶段 征召总统提名人 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还以为他们在卖电风扇 呼吁呢 来音赶快吧 五月初就把这个总统人选给定起来 会比较拓当一点了 其实呢 基层心里都非常的急 好 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到 侯友宜今天出访的新加坡 早上没有公开的行程 后来呢 侯友宜回应说 早上去拜会一些公司部门 谈谈新北跟新加坡的城市交流 而且重要的是呢 要谈国家未来的走向跟沟通 至于是见到了什么样的人 依旧是没有公开 不过呢 侯友宜也在谈到了两岸论述 侯友宜提到 两岸本身呢 要务实地交流 要降低彼此之间的误解 要能够理解双方的想法 彼此尊重尊严的平等对待 如此一来 两岸才能一起地向前走 早上去拜会一些公司部门 彼此之间做一个交流 然后对新北市的发展 以及对国家未来的走向 做一些从我们的沟通 那这些沟通都是一个善意的 我们都希望彼此之间 新加坡跟台湾都能够攜手 面对整个内政的相关的问题 以及外部的一个挑战 都是为我们两个国家 为我们的层次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彼此之间互相吸取 新的经验 以及新加坡的发展 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 那新北市有哪些好的地方 也可以值得他们学习 大家做了一些充分的理解 大家一起努力 让新加坡 台湾 也让新北市跟新加坡都能够共好 两岸本身就要 务实的去做好交流 降低彼此之间的一些误解 让两岸都能够共好 就像我在新北市说了 新北就是被台湾要共好的带动 也让台湾共好 台湾共好 两岸共好 这个全世界都能够共好 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而其实台海的稳定 就是彼此之间要非常的理解 对方的想法 大家彼此之间要能够善待 跟尊严的平等对待对方 用这样的方式 我相信两岸就可以一起往前走 侯友宜在新加坡展开 为期四天三夜的市政交流行程 有不少人解读 这是要准备参选 2024总统大选的起手势 时事评论员陈凤希就分析了 如果是以总统候选人的角度 来检视的话 那么侯友宜对于两岸的关系 对于国际外交的论述 就不能停留在只有 喊喊口号而已 而是应该要提出 务实有可行性的方法 说服人民为什么要支持你 你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话 那么全世界要问你的 跟台湾民众要问你的 就不是那么单纯的说 你能不能到别人的土地上 而是在于说 你要如何解决 现在全世界所担心的 台海危机这件事情 那你要如何的执行 你所说的 因为他现在讲的话 我比如说都还在口号层次 抽象的层次 比如说台湾不要当任何 中华民国不要当任何大国的棋子 或台湾不要当任何大国的棋子 这是不是好的论述 是 那你实际的执行是什么 怎么做 对不对 然后你比如说中华民国要飞出去 飞起来 那这也很好 大家喜欢这个意象 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做 他的回答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是属于口号型的抽象型的 不到让大家相信是可执行的 不过谈两岸他在今天有特别回应 他说必须务实交流降低误解 好好喔 你觉得这是不是口号 对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他的可执行性会在哪里 他说要务实交流什么等等 这都很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啊 今天这几句话 如果塞在赖清德的嘴里 他要讲出来也不违和 因为他都可以变成口号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所以你的执行的原因 为什么是你可执行 别人不能执行 这是我们想问的 他终究是要去回答很多 会进入深水区的问题 我真心的说 我认为侯友宜现在 还在害怕争议当中 或是说他到目前为止 不希望有任何在这方面有争议 惹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进了厨房还要怕热的话 你就不可能烧出一道好菜出来 不要给我口号 给我务实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